今天來到佛山的南海體育館 和大家看一場ABL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的常規賽 綁手大戰 香港東方在五天之內第二度作客忠信功夫 看看這場球東方能否站穩他們的一個位置 香港東方由於上場的作客輸給忠信功夫 令到球隊在佛山都有醒日的時間作集訓 這場比賽開始初段 香港東方憑著戰神艾利樂 打了一個8比0的回合 當中有兩球的個人突破鏟籃都表現出色 面對著侯虎也沒有怕對方的身形 自己上籃一個勾手 都能夠幫球隊再拿兩分 但是第一節忠信功夫沒有那麼快 被香港東方拋離 客崇仁在零度位的三分球 幫球隊的追貼到15比19 之後加上也有中鋒侯 發揮自己的身形優勢 所以插入內線 亦都可以放回兩分的上籃球 幫球隊的追貼比數 到第一節忠信功夫 只是20比23 落後香港東方 第二節出來了 功夫的後衛 麥堅尼這一刻 搏倒東方的徐遠誠犯規 得到佛球兼N1 佛球都入賣 東方可以說在第二節 球員都受到過範的前身 隊長李奇和徐遠誠 都被很多犯規問題困擾著 但這個位置有個轉捩點 德加四球三分球 幫忠信功夫第一次領先著香港東方 雖然其後也有阿里諾 嘗試憑著個人的能力 幫東方追貼比數 但之後就 忠信功夫 多次就有外圍頭四的名中得手 這次就是駱永憲 一球三分球 變成第二節圓 忠信功夫能夠以44比35 有9分的領先優勢 領著香港東方 後半場出來了 可以說是香港東方的防守 就不夠集中 這位被迪安遜搶到進攻籃板 這位大前鋒 射三分球都可以 這場球入了三球的三分球 個人也在這場賽事 入到11分 之後雖然有斯塔丁加 分球給林泰諾 但是看回東方這邊的三分球 今天真的不太靈光 24次的起手 只有四球入球 當中林泰諾更加是七射零中 這裡更加要輸一個快攻 給對方又多拿兩分 當中德夫在第三節 更加有一球精彩的補籃 這裡貼入兩分 東方在第三節尾段 都是憑著戰層壓力諾 憑自己的能力 一球上籃 幫球隊多拿兩分 追貼一點點的比數 不過東方這場球 就是專注守好內線 希望守好後活 但是反而放山對方的外圍投射 這球給洛永軒 又入一球三分球 這場球可以說 三分球方面 就入了十球 比東方多成六球 第四節出來了 麥堅尼 三分球都有 面對著徐遠成 完全不需要害怕 反觀就是東方方面 李奇這位隊長 他到第四節出來了 才有球三分球 雖然雅里諾也在短時間內 入兩球三分 但是對方的後衛 麥堅尼真是認真誇張 可以說一盤就是冷水淋飾 東方後上的火 這個精彩的個人突破 左手勾纜入這兩分 令到東方難以反撲 最終雖然是林泰諾 加達上眼幫東方埋齋 但是香港東方最終 也是以76比87 不敵忠信功夫 最後我們也找來 就是東方的隊長李奇 說這場球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我認為我們的真誇心不夠人好 雖然落後的時候 都很想回來再打 但是我們落後了七分八分 十分就頂不住了 變相越拉遠、最遠 甚至乎到二十分 上場一樣 譬如我、Adam 都有一個犯規問題 變相了我們防守的時候 比較守緊 變相了人家鏟又有 三分又有 人家是打得很輕鬆 這方面我們是要改善的 在這裡希望香港東方 在這場敗戰之後 能夠好好作出調整 在接伯來最後幾場的 APL常規賽 爭取最好的成績